坐 海岛坐 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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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让你趴下 不是要摸摸好不好 怎么天天撒娇呢 啊 你看你舌头 谁说要摸了 谁说要摸摸了 天天撒娇 你看看你 还吐了一粒 吐了一粒还天天撒娇 是不是你吐的 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在外面去跟大家去聊一下 关于长视频和短视频的一件事情 因为今天天气特别好 所以我就出来走一走 今天虽然太阳比较大 但是才刚刚放晴 还是有点冷 因为我骑电瓶车 所以还穿着羽绒服 但其实说实话 确实不用穿羽绒服 其实我里面就是一个短袖 可以看到 都是裸的 只是骑电瓶车的时候呢 需要挡挡风 其实呢 最近我或多或少 也从各个渠道 各种方式 去看到很多的创作者 去发声明 去说 去聊 就是不想去做短视频 虽然短视频很火 虽然它是一个市场 但是不想做 因为自己也想坚守在长视频这个领域 再加上最近说实话 B站就是关于长短视频的争论也一直存在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B站也不应该引进短视频 去为了流量 但我自己最近一段时间还是做了短视频的 就是也希望大家能够稍微关注一下 我之前也是跟各种各样的B站的长视频UP主一样 会想短视频好像没有什么品味 所以我就不做 但是后来呢 我发现 其实短视频和长视频 是完全不一样的媒体形式 好与不好 其实都取决于创作者 这是送了我一双鞋吗 我来看看 31 不是31秒 是31卷 这个呢 就是一整套的灌篮高手 我来开箱看一看 感觉这个鞋盒的样子非常的有代入感 哇哦 好多螺丝 还有这是31侧 我自己在创作短视频的时候 我会发现它其实是一个长视频的补充 比如说最近灌篮高手的电影上映了 我媳妇想看 但是他原来从来没有看过灌篮高手 所以我就带着他去social 去买了一整套灌篮高手的漫画 但是灌篮高手的漫画的开箱 聊灌篮高手 好像又不是我这个频道该做的 而且我也觉得 对这个事情做一个视频 长视频好像也没有那么必要 而我又想要去做纪念 怎么办呢 所以我就拍了一个短的视频 发到抖音和youtube的short上面 所以我觉得记录和分享生活上面来说 长短视频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只是有的内容它可能比较零碎 但是又有意义 还有一种情况 比如说我买了一本书 我觉得这本书不错 是个精装版的图书 我想把它拆了去纪念一下 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些人想看到我 开箱这个书 但是作为一个长视频 它又内容太过于单薄 我有一些买的键盘 买的书 买的那种电子阅读器 感觉好像说长视频也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我觉得开箱简单的体验一下 说一两句 值不值得买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好像跟我的频道也有点冲突 然后又不值得去说 所以短视频其实也挺不错的 甚至还有一些我们出去吃饭 朋友过生日 这样一些非常零碎 也不太能做成一个长故事的这样一些画面 这样一些视频 其实短视频是一个很好的承载 我们下一个视频 也不可能做成一个 这有些路由 可能会是一样的 在街上 要点击 我们下一个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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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实话,我自己之前也对短视频的平台有很大的偏见 因为我觉得上面很多人都是去做那种滑重取宠的取巧的事情 但是后面我自己使用的时候我发现 其实短视频的推荐是跟你有关的 从我的自己的使用中,我很少看到那些滑重取宠的 因为当他推荐的时候我就把它给略过了 我自己基本上不会给这些视频去点赞 我更多的是看我的朋友的视频 基本上推荐首页我都不会去使用 所以慢慢的它就成为了一个我的自留地 所以每个社交平台它呈现什么样子 其实是跟我们自己怎么使用有关系 所以在这一点上面我也不怎么纠结 还有人会认为很多人上传记录的都是那种非常琐碎的生活 后来我也发现其实琐碎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也就无所谓了 从另外一点来说 其实很多的UP主觉得短视频不太好 其实我觉得从潜意识上面来说 是觉得短视频抢占了长视频的一个市场 所以自己在这里面挣不到钱 也挣不到流量 这并不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只是很多人不承认它 是因为它是在内心最底部的那种潜意识 我自己也会经常反思 是不是这样的 我自己的答案是 是的 原来我不做短视频 是因为第一 我可能从内心瞧不起它 第二 我觉得我不想去挑战一个 曾经可能战胜过我的一个行业方向 但现在我加入之后呢 我发现好像也没有那么差 也没有说谁抢占了谁的经济效益 但是我觉得很多的创作者 可能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大家知道我其实还挺喜欢看书的 其实我每次看完一本书 我都特别想要成为一个作家 但是为什么没有成为一个作家呢 可能是因为觉得自己才华还是不够 可能是因为觉得写书还是不挣钱 但是唯一不是的一个理由 就是现在没有人看书 当然我知道从客观情况下 好像确实现在看书的人很少 但我不当作家 绝对不是因为看书的人少 也就是说没有人看长视频 很多时候并不能够怪观众 当然我也不是觉得长视频是完全没有机会的 说句实话如果你只要做的足够好 做的足够的精美 还是会有观众的 只是你期望短时间的去挣大钱 在长视频这个领域也基本上不太可能了 那短视频呢 我也不认为它能永远的热门 永远的抢占市场 因为从历史我们都知道 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受喜欢的 所以很多的厂商也很焦虑 即便我占领了市场的第一 我也要去拓展新的方向 我其实特别能够理解 其实大家怀念的可能不一定是长视频 是那个时候的B站 是那个时候的大家视频网站的一个互相交流的一个氛围 不会像今天有这么多恶意的弹幕 讨厌的人去评论 大家都是鼓励交流学习 很好笑的鬼畜 很用心的Vlog 其实都是大家怀念的东西 可能我做了这么多的社交平台的互联网的东西 我最后发现只有小众的时候才是最美好的 比如说豆瓣的早期 知乎的早期 但是人越来越多 总会归结一种混乱 我不知道怎么去解释它 只是说可能觉得它就是一个人类社会的一个常态吧 我理解大家其实是真正的对这样的一个环境的一种怀念 但是可能每个人都要向前看吧 看看北京多么脏 这是前天我还插过的车 昨天下了一场雨 都是这种泥点子 太可怕了 渗颗 休息一下 好吧 那这大概就是今天的一个Vlog分享了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意见的话 也欢迎在下面去评论 或者给我私信都可以 那么我们今天的Vlog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